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下半年你想把重心 全都放到智能手环上 大谷 这是手环上线两个月以来的数据 您可以看看 我非常看好它的发展前景 我准备把它重新包装 作为重点产品 推向屋美市场 能说服董事会吗 当然可以 下周三十周年的庆典晚宴 我来安排 你呢 就专心地 预备应对董事会吧 好 好 往年你都是一个人参加 今年 今年也一样 今年我会带着我妻子一起去 你确定她可以吗 恐怕连一支基本的舞她都不会 学就是了 不能小看她 对了 下周合适的三十周年晚宴 跟我一块儿去啊 晚宴 我不去 不去 对 为什么 所谓的晚宴 不就是穿着恨厅膏 和气都喘不过来的紧身衣 对着别人假笑 整晚站到小抽筋 都喝不上一口热汤吗 没意思 妮可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贺太太 如果你要是不出现的话 会引起别人的非议 最关键的 是大姑会起一心 那你就跟她说我生病了呀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愿意打个石膏 假装旧病复发 我总是明白了 你是在害怕自己 跳舞跳得不好吗 不过也对 对于像你这样小脑不健全 无法控制自己四肢协调的人 让你跳舞 确实强是做难了 我告诉你 我小学可是我们广播体操领操员 舞蹈CV担当 黄尔兹可跟你们的广播体操 是两个概念 不就是捧叉叉吗 我妈他们公园里 那些还一拳都回来 我交给你看 看着啊 蹦叉叉叉 一二三 蹦叉叉 一二三 蹦叉叉 蹦叉叉 跳个舞都能把自己的脚被踩到 到时候踩伤了我 我还得扣你工资 麻烦 你就是刺激我是吧 你就是刺激我是吧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还真就受不得刺激 不就是跳舞吗 我学会给你看 吃饭 妈呀 我怎么就扛不住我的嘴呢 这位是李仪老师朱迪 邢天老师哈勒 舞蹈老师娜娜 这位呢 是给您设计礼服的设计师 多罗斯和她的助理 这里晚宴还有八天的时间 不准偷懒 每天回来我都会查收你的成绩 不准偷懒 可别还好 你们好 哎 我好累啊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 魔鬼全亮 这就累了 辛苦你了 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晚餐 我跟小薇已经吃过饭了 我被折风了一天 你就给我吃这个 这个怎么了 我早就看不惯你之前的饮食结构 正好趁这次的机会 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还有啊 这份晚餐兼顾了营养和健康 很适合你 开动吧 没肉 贺老板 我真的吃不下 我现在特别饿 特别困 特别累 我需要高热量的食物 才能喂起我受伤的心灵 所以我写 想吃什么呀 火锅 确定是火锅 哪家啊 边砍边吃 边砍边吃 放松一点啊 来 再坚持一下 快快快快 来 腿接着往下压 对 就这样 再往下来点 来 放松 来 咱们接着来 坚持一下啊 好 对 就这样 保持平衡 收紧 姿势摆好 头摆正 放松 好 往下 收腹 靠棍子上 收紧 对 来 喝啊 伸直 我现在洗手机 是我 贺总 同城那边有消息了 人找到了 找到了 已经给您订了去同城的机票 两小时后起飞 我正在去接您的路上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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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老师们 你们先休息 好 好 这么着急东西都掉了 既然大魔王不在 我为什么不给自己放假呢 今晚火锅局 我六点准时下班 你不是说最近要为了晚宴保持身材吗 还敢愿火锅啊 小婶 顶不住了 管这什么鬼晚宴 我要火锅熏灭 这不是张司机吗 张司机 什么张司机啊 就是以前给贺家开车的司机 自从车祸以后啊就不见了 贺总找不了很多年 一直没找到 张崇 你在哪儿找到真相 什么真相啊 我刚种草了一家公司附近的火锅店 你先来公司等我 我马上下班 刘婶儿 我出去一趟啊 嗯 好 好 老师们 今天辛苦你们了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们先休息 我们晚上再继续吧 好的 拜拜 李伟在一个牌局上找到张成的 李伟答应帮张成还钱 他才愿意跟我们讲当年的事 也同意录音 您听一下 那天晚上 是贺总的大哥 吩咐你背车的吗 嗯 是 那你还记得 天气怎么样啊 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路面很黄 我尽量慢慢开了 但是因为先生跟夫人 一直在说话 我 我有些分心了 他们说什么了 我不记得了 都让你分心了 你还不记得 哦 可能是吵架吧 我忘了 好像是先生着急出门 夫人动作慢了 两个人 就碎嘴团结局 我分心了 那这时有一辆大车开了过来 我嫂子不是那种 会因为我哥出门晚了 就跟他吵架的人 如果这个事件上 有人从来不发脾气 我嫂子就是那个人 我哥跟我说过 他从来都没有着急过 更别说 跟别人生气吵架了 所以张成在撒谎 是我 是我 我一会儿都飞过去 贺总 出了点情况 张成跑了 你找了他四年 才不到四个小时 你就让他跑了 是我的疏忽 对不起 贺总 那就继续找 再找 牛肉 羊肉 猪蹄 猪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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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脑花 脊肠 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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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味 还有香肠骨餐肉 威哥 你在哪儿呢 我坐电梯上来了 只要跟火锅有关的 你就异常准时 开玩笑 生活乏味啊 只有奶茶跟火锅 不可辜负 行 那你在那个电梯口 等我一下好吗 我送个文件就过来 好 进 进 进 温副理 这是温总给您的文件 放着吧 好 杨主理 还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吗 什么 你真的好美 来 说点我不知道的 你的口红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我能尝尝吗 口红很贵 来 难道你的小心脏就没有你死死过来吗 有 我的心脏啊 连着胃呢 都快 吐了 温副理啊 这就是你那招啊 我 我只是回忆一下气氛 而且啊 我发现你送过来的文件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去重新整理一下 行 请问温副理这资料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这么明显 还需要我说吗 好 那我回去再抄了 对呀 对呀 我看别的女孩都挺吃这招的 难道是我抄的段子不对 天哪 我远家露晨 把她看到了废的窗户就令我不可 若薇 你在哪儿呢 你到了吗 马上 马上了啊 你稍微再等我一下 你自己不宜及我了哟 要不我先去店里都念 不行 那个店特别隐蔽 你是找不到的 你稍微等我一下马上就过去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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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哥这儿有三十六计 总有一块十海 有没有素质啊 竟然不知道先敲门啊 是熟悉的味道 不用说了 肯定又是因为张晨的事 我这么没有钱吗 每次只要是张晨的事 你的身上就会散发出一众 危险的气息 我盘出去的人 找到张晨了 终于找到了 好事啊 他人呢 都跑了 又跑了 这个小四季 看来的确没有这么简单 在你弃遥不守的寻找下 愣是躲你躲了四年 你说得没错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四季 他怎么做到的 这不成长 这些年 我也越来越觉得 当年这件事 可能没这么简单 他背后一定还有人 我必须找到真相 不能让我大哥打扫 就这么白白死了 放心吧 有什么事啊 随时叫我 我捶了 这都别晓被晓了 我捶了 还没有 哪一捶死了 这是哪一公司 你怎么连厂啊 都找不着啊 都有 骗死我了 请约 我 我在这儿 我来这儿 我来这儿 身 身上洗手一下 别气 别气 为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没有 有 那你跟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这个时间 没有在家里练舞 对啊 我这个时间 我不是应该在家里练舞吗 我为什么没在家里练舞啊 我其实这样子 老师教的呢 我听不懂 我是来找若薇的 若薇会 我让若薇教我 若薇会 关副理 我的资料已经整理好了 不管你买不买 我的下班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你再有修改 请您先请走 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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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脆在招呼 克次卢 我给病 Guru 就急了 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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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竟然vid fr missiles 有点青菜色了 好热哦 是不是 我看你没有必要急着下班了 去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 不然你先走了 先走了 先走了 转过来 你知不知道一顿火锅吃下去 之前那些天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你别凶巴巴的嘛 大不了晚上我多练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进手本来就差 别说三个小时了 再多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你这么嫌疑我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 反正我也不想去 我之前一直都觉得 你对待工作的态度至少是认真的 我工作态度很认真啊 但是你要让我穿着漂亮的裙子 去一堆陌生人面前跳舞 这算哪门的工作啊 而且在我们的合约里 没有这项工作内容 我只负责小宝 更更更更更 你对私事 我这不是管不着吗 私事 你受得对 我确实不该把我的私事 拿来浪费你的时间 莫名其妙 你这小气巴拉 凶巴拉是不是 我也会 浅瑜 你为什么这一点 没有在家里练舞 我那知道为什么 就走了 我这些 吓死了 乔燕就着脾气 她习惯了对自己严格 对别人也常常会有些可可 再加上今天因为张纯的事 她本来心情就有点不太好 张纯 你是说 那个司机 对啊 那那那五年前的车祸的事 你知道多少 我其实知道的也不多 小宝生日那天 大告语 贺乔艳凶嫂一家人开车出去 突然就出了车祸 当场去世 只有小宝幸存了下来 这些我都知道 那当时贺乔艳在哪 你不知道啊 她居然没跟你提过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据她大姑说 当时 当时贺乔艳接到电话 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就赶去了医院 结果她在赶去医院的路上 也出了事 整整昏迷了半个月 后事都是她的姑姑 在联络警察和着手车祸 直到出院她在车祸 在那次意外事故中 对她比父母还亲的凶嫂 已经亡固 而当时 给他们开车的张承司机 却不知所踪 当时贺氏集团 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 还继续保持扩张之势 贺家领头人这一走 小儿子刚从车祸中醒来 就要继承家业 所有人都等着看贺乔艳 能否转过来 她更多都能认为 贺氏集团会就此完蛋呢 贺氏是贺乔艳父亲 和她大哥的心血 她不得不压下背头 在内忧万还下 独自抗击一切 最终将贺氏 带出了破产危机 不是 不是 我找晕单的呀 是怎么听过来的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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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看看 今儿姐 两根鸡爪 开心 开心 没事 姐 你怎么不吃啊 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陪你吃到福祥初 我觉得你不至于啊 因为贺乔宴生气了 火锅哎 火锅你都不吃了 想到她一个人扛着这一切 我就觉得胸口有点闷闷的 想给她做点什么 所以我想保护她 姐妹 你很危险啊 很危险啊 我不危险啊 我高跟心加了防护 没问题的 我不是说这个 不是说啊 这一个女人呢 对一个男人产生M之气 这没关系 但是你一旦动心 那你就富水难收啊 什么一套一套的呀 我这叫共情能力太强了而已 对不对 小安 什么又这样 行 来 吃点蔬菜 姐 我知道你最近生活不易啊 我决定支持你 我决定 去宁方的心理工作室当一共 你不在医院上罢了 不行 你不能去 我是利用休息时间 为了公益去发光发热 姐 你不敢动吗 我要做你永远的小跟班 我敢动啊 这样 你要是跟我一起分享这一盘菜 我就更感动一些 来 写安 吃吃吃 好 你给她吃吧 你给她请了那么多的老师 她自己却偷跑了 算了 反正也没期待 她能够胜任 我会替你安排好一半 不用了 戴果 毕竟这五年来 每一年的晚宴都是我一个人 我也习惯了 我说过 你们不合适 她是我选的 我觉得我们很合适 请您相信她 同时也要相信我的选择 我是 怕你被她拖了后腿 这几年 你执掌贺氏 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那些股东 要的不仅仅是这些 他们希望你表现得更好 让贺氏再上一层楼 所以你必须要表现得特别完美 要给他们信心 你 你们吃了吗 走了 大姑 追安全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知道错了 我会用实际行动展开检讨 跟我来 快快快快 我说过了 我会用实际行动展开检讨 你什么都不用说 太重了 帮我一下呗 太重了 帮我一下呗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推你后腿的 这些零食你全都收取 你安心去准备你的董事会 晚宴交给我 董事会交给你 咱们夫妻同心 齐里乱进 老师我已经辞退了 我都已经潜讨了 你怎么还不消气啊 我没有生气 你说得对 我不应该强迫你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都做好 还有啊 大姑说的那些话不必放在心上 没有那么严重 早点休息 我还有工作好吗 明明就是生气 我小气鬼 不要 都说了 跳这个舞要优雅 非常有眼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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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疼 疼 疼 怎么感觉还是不对啊 一 二 三 怎么感觉不对 学会了吗 你说什么 我说过 不必勉强自己 我也说过 我们是夫妻 除了刚刚那个转身还有什么不会 什么都不会 那看来我要从头开始跟你讲了 华尔兹是四三拍的中半拍 每分钟二十八到三十个小节 每一个小节三个动作 每一拍是一个步伐 第一拍 动他 他 动他 他 左手捞住我 好 先推你的左腿 我推右腿 准备好了吗 嗯 一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你大张腿你慢点 知道自己是小短腿 还不跟进你 怎么了 当小鞋你简直太困难了 别的小鞋你穿高跟鞋 就像脚踩七彩祥云 而我爸 就像踩风火轮烫脚 先坐下休息一下 来 等我一下 我去哪用 好 好了 继续 走 好 好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四 兩 Till 你 跟着音乐来一遍 喜欢这种风格 怎么了 不可以吗 放松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不好意思啊 忘记换血了 准备好了吗 那当然啊 为了塞进这条裙子 我可是一天没吃饭了 这儿有自助餐吗 我特意叮嘱了后厨要夹量 管够好 你的意思是 嫌弃我能吃了 我是怕你饿及了友人 走了 好瘦心啊 我也要 谢谢你 紧张吗 有你跟肖宝 完全不 我们走 小宝 去找你温顾叔叔 去 雨月 我带你跟大姑打个招呼 大姑 各位董事 这是我太太秦瑜 我是王总 这是王总夫人 这边是刘总 其许总 准备好了吗 何太太 我太太太 了 我太太太 雨月 谢谢你啊 你信我什么 谢谢你 愿意陪我 你确定 林小姐的勤俭送到了吗 老主亲自送到林家了 你还好听吗 你们想知道 如果做 Toko 要做什么 很多事 要做什么 都不贴心 要做什么 那么多事 击很冷 挪yse 准备好了吗 还有什么节目吗 来吧 晓风 你爱的神曲 你还偷看我歌单啊 我也可以适应你的喜好 回去吧 快点 小宝 来啊 我好笑 真的喜欢上你了 我会唱的 几天 你流浪的世界 你不必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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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拥有声 你不 יכול 你不必拥心 我还不会拥有声 你不必拥心 大陪业 地主是荣誉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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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